大家好 我是新华社记者 仁科 我们今天晚上刚刚到利沃夫 刚吃完饭 想躺下 休息完了 突然在宾馆的房间里面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从喇叭里面声音 我也听不懂是什么 但是在外面呢就响起了那个空气警报 然后大家都在 都在往外跑 大家都在往地下室跑 我现在也去地下室了 一半的时候听到了防空警报 然后酒店要求大家所有人都要 都要移到地下一层的防空洞里头 所以我现在的头发还是湿湖湖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躲在防空洞里的 所有的住客都在这儿 但是这个防空洞里面有提供这个喝的 这是酒店的防空洞 大家都听到防空警报之后都下来了